大家好 大家好 再辛苦 又辛苦 要處理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真的是要付出一切的代價 任何的代價是有它自己的價值 只要你看見它的事實跟公益跟證明 一定會看見它的生命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整理我們人生生命的價值 除了整理以外 我們也看見做比較 我們過去受教育 或是在這種政權的環境裡面 重新再調整 重新去分析去分類 這個就是我們一步一步去看見 我們人活在世上 人活在台灣 我們是台灣人 如何去面對我們後代 或者是面對今天的故意 這個都是我們要付出的價值 我一個阿公 他講一句話 讓部落成長 讓部落能夠成為有典範的部落 每一個人必須要付出代價 這個付出代價就是你要把這個部落當做你的家 把這個部落當做你生命的共同體 你帶動起來 你付出不管有多大的心力 你能夠盡力 我相信這個部落一定會成長 我也跟我爸爸 我現在我爸爸84歲 我跟我爸爸說 過去跟你現在聽的台灣民政府的不同是什麼 雖然他沒有來過這邊上課 但是我會把我們民政府的法源論述內容也會跟我爸爸談 那我爸爸說 這個才是真正我們高殺助台灣人需要的 所以一個84歲告訴我這個63歲的孩子 我就記得非常清楚 我相信你們的遭遇跟經歷也是如此 真的做出生命的價值 你要找出這個價值 它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進入到 雖然我們會談論出一些國民黨或者是中華民國的不適 在你個人可能說 為什麼都一直談論他們的不適 為什麼都一直談論別人的是非 我們度過我們過我們自己 但是這一些一半對一半不對 不要只有過自己 因為人 從這個中國字來講 這個人 我也不大喜歡引擁 但是還有他的價值 這個人就是彼此互動 這個人就是要彼此依靠 那彼此學習 那同樣的不同的族群也是一樣 我們高殺主來到都市 改變自己過去傳統的觀念 這也是一個不動 就像我當然跟我們同心講 當我們平地弟兄姐妹 看見我們高殺主在都市迷路的時候 也請你們握著你溫暖的手 來幫助高殺主 讓他們不走迷途 不走迷路 就像今天 很多平地人喜歡爬山 或是爬山 或是有登山對嗎 但是有時候會碰到他們的問題 也會迷路啊 那誰會去幫助支援他們呢 遠住民呢 高殺主 所以同樣的 這個都是互動 那這個互動呢 我們從台灣民政府在上課的時候 也要彼此先互動 先學習 那今天我們雖然因為一直看見國民黨中華民國的服飾 這個就是要改變把非的成為進入到政府 這個就是我們人生的價值 不是嗎 所以今天雖然有的會聽到一直 是因為我上兩個月前有一個同心告訴我說 你是牧師的怎麼會一直講別人的不是呢 我說這個不是是讓我們清楚找到是的正路 我們沒有分清楚不是跟是的話 我們也會陷在漩渦裡面 我們大部分高殺主的一碰到漩渦裡面 誰去游泳也是輕而易舉 我們一定會跟漩渦裡面陷在裡面再討出來 那一般人假如說不知道的話 會一直跟著漩渦 到最後就會避命 那會水性游泳的游泳選手 或者是救生員 這個漩渦不能跟他面對 一定要進入下去 或者是有輕的馬上離開這個漩渦裡面 所以今天漩渦裡面 我可以做起碼 很多時候中華民國 他們把所有台灣人放在漩渦裡面 是非常危險的 但我們不清楚危險的地方 我們人們活在世上很可惜 但可惜 我們人生的價值就是要幫助 所有人得到真正的幸福 這就是人的代價 我們是人的代價 我們是人的代價 在福茂區 Ecofa簽以後 在兩個中國人 他們不是在討論這個自經區文 你們知道自貿經濟區範圍區裡面的意思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就是說 他們簽以後 中華民國跟中國簽以後 這個在十年當中 你是一個族政者 就有縣長或是市長官 你有權力選擇你的經濟區 那這個經濟區呢 當然人非常貪污 特別活在國民黨中華民國裡面 大家都學會貪污 連高砂族以前不會貪污 也會學會貪污 中國 中華民國的生活圈裡面 那 在 十年當中 你選擇 然後 原來這個地區是 一坪都是草地皮的 一坪本來是 五六千塊 或者是一萬塊 但是因為你要設計十年 所以將來這個十年的這個價值 一定會飆到幾十倍 甚至一百倍速度 所以 你只要掌握這個 自由經濟圈裡面 你是一個舉政者 然後你底下一定會貪到更多的 最標的利潤 那為什麼今天 房地產 那有時候 你看中國人一進來的時候 特別三四年前 他們一來全部買地 馬上進入到一個投資公司 我以花蓮來講 花蓮鼠 現在喔 過去花蓮鼠非常有名 然後今天花蓮鼠 或者是很多自己 很多阿美組 幾個高砂組 本來很多中國人 很多人來買 來買花蓮鼠 但是因為中國人投資 他跟另外一個公司 投資公司簽約的時候 中國人一來不到高砂組的買賣區 就到他投資公司那邊去 真的是買不少 那對花蓮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這些都要這些的不公益 就是因為中國人很清楚 台灣人 中國英文 愛錢 所以 用這樣的方式 他不必一顆子彈進入到台灣 用經濟圈 來給你 把你漩渥在裡面 所以 這個資金區 另外一個是 本來不是有六百萬的小型投資喔 中國人來投資六百萬 然後他可以帶三個 包括他自己三個人 進到這個 我們台灣的地方 做小投資六百萬的生意 四年 六年以後 這個三個人所帶的 這個中國人 他可以變換為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一來的時候 投票當然也有投票權 六百萬三個人 但是對中國人來講 真的有錢的人 六百萬是小咖 他們一定會再投資 另外投資一千多萬幾億的 多的是 有沒有發現 幾乎都是中國人 在這邊投資的 所以這些投資以後 他們四年 六年以後 本來三個人 你看 假如這個六百萬 有一百個地區來算的話 三個人 一個六百萬地區 一百個地區 就變成三百個人 對不對 一個地區 三個人 三四年以後 就患身份證 所以一百個地區 就至少有三百個人 但是這個是小額的速算 那整個在二十年 二十年以後 將近一百萬的中國人就進來了 那是已經拿到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了 就可以投票 那投票 我們剛選舉的時候 你有贏的機會嗎 今天 中國人 中華民國 就是這樣 把整個中國人 都一直 進入到台灣 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同樣的 西藏 西藏在幾十年前 西藏本來是 六百萬人 人口 那三百萬人口 中國共產黨就告訴他們說 這個三百萬人口 我們移到 中國的中南部 因為那邊 可以供你們住 然後又可以做生意 然後又給你們好的教育 那當然 西藏人那麼辛苦 高原地區都是騎馬的 騎旅的 那一下子三百萬就進到中南部 高興的要面 就像我們高刷主員說 來到都市 給你們一大片 好 好 來喔 來喔 來 趕快 這是人的動性 人的欲望 所以到最後 三百萬人口下來 然後中國人的三百萬人 進去到西藏 所以還是六百萬人口 那這個三百萬人口 原來的中國人進入到西藏的時候 他們所生的孩子 娶西藏小姐 生的孩子一定是男性 男性 孩子屬於爸爸不姓 這就變成中國人 所以要選擇西藏獨立 不可能 不可能嗎 不可能 西士 今天台灣人也是一樣 中華民國 中國人就是這樣 把我們成為西士 所以 不要讓他們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讓台灣民政府 阿伯這樣好嗎 好嗎 喔 喔 鋼俠鋼俠 所以要阻斷 要切斷 他們這樣的 漩渦涉陷阱裡面 台灣民政府要加強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會 參與這樣的地步使命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大的工程 好 這個以前宣法 他們在中華民國都是 不是獨立的 都是一黨都獨大 這個都是 分明金黨和兄弟 這個是1912年19年 在中國 所以就 只要逃亡到 離開自己的地方 就是叫做逃亡 所以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當然是逃亡的 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的解釋 好 所以有的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個 中華民國的民進黨說的 在 我們回顧太平洋戰爭 今天中華民國所講的是 連中國也在講 是中國戰區 那為的是要掌控他們 開羅宣言三個國家 英國 中華民國 美國 三個領袖 他們所談論的這個 這個回憶錄 這個意圖 而不是國際條約 所以開羅宣言不是國際條約 是三個領袖 他們自己的意願 意念來做出 那甚至有的是沒有簽名 那這些 從這個地方 進入到 日本 無條件投降的時候 那他們也 在九月二號 東京那邊 為什麼不在台灣 因為日本跟美國戰爭 不是日本跟中國戰爭 那假如說 中國戰區的話 應該日本跟中國戰爭 太平洋是日本跟美國相戰的地區 所以 一定會在日本 東京灣那個地方 簽署戰爭結束 投降數 所以那時候就 戰爭停止 不過開羅宣言 有一件事情 他們這三個領袖 談論的時候 希望台灣回歸到中國 這是三個領袖的一個 意願 他們自己的共識 但是不是國際條約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但是他們有一個 美國很厲害 不過 我們雖然有這樣共識 希望你不能 不能再進入 攻擊他國 攻擊第三個國家 他們有這樣的共識 不過 還沒有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是1945年 但是在 他們談論 還沒有談論到國際條約 因為這個是他們想要開羅宣言 還有這個三個領袖的共識 要進入到國際條約 去訂定裡面的時候 還沒有 一直到1952年 1951年 9月8號 他們這個舊金商簽署的和平條約 有48個國家 那 1952年4月28號的時候 和平條約才生效 我們看看 1950年 還沒有 還沒有到1952年生效之前 1950年 6月25日 中國 中國人就進攻 韓國 就韓戰爆發 所以有南北韓 所以美國也很聰明 趁這個機會 就控告中國人 在聯合國裡面 控告說 他們侵略了韓國 所以 他們所訂定這個開羅宣言 無效 那 中國人就也控告 美國到聯合國說 欸 既然 美國也侵入我們 中國的國內的台灣 我們也要控告美國 結果聯合國就告訴中國說 好 美國說侵入到台灣 然後台灣是說 你們中國的領土 請你們拿出證據 一直到那一段時間 中國人拿不出證據 但是很可笑 至少有三四個中國人的政權 產生出來 一個是毛澤東的政權 一個是蔣介石的政權 一個是 在 汪精衛 汪精衛政權 所以聯合國還有其他國家說 這個三個政權 都在爭中國的政權 中國的代表 到底 誰要代替中國 所以那時候 這個48個國家 在51個市裡面有蘇聯 中國 他們沒有辦法代表 是因為中國 沒有真正的核適誰要代表 三個政權當中 他們要爭哪一個政權 所以把它刪掉 那蘇聯當然是 一定會幫助共產黨國家 所以有48個國會通過 生效的 1952年4月28日 簽署和平條約的生效 所以在這一段的時間裡面 所以聯合國就 否決中國人所提出的卡文書 所以很確定 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台灣更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你們有沒有看過影片 秘書長常常常跟我們 要我們常常看的 一國 一個中國政策 有嗎 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 最重要的就是說 沒有光復節 這個是 在整個影片裡面的 都是官方文件 有沒有發現一個中國政策 那個影片到最後 它不是有寫 國務院啊 美國安全 國土安全局啊 情報局啊 都全部 這個是整個 真正美國國家代表的一個 官方文件 所以一個中國政策 裡面最重要的 第一個 沒有台灣 沒有台灣光復節 中國沒有進入到台灣 哪來的光復節 沒有進攻到台灣 是美國兩顆原子彈 給日本 所以日本投降 因為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這些是 一個中國政策的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第二點 台灣不是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第三個 台灣不是屬於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最後一點 整個一個中國的政策 更清楚的是 十月二十五日 不是光復節 是交戰結束 也是 是佔領的開始日 十月二十五日 所以誰佔領 最主要 這個一個中國政策裡面 最重點的是 主要的佔領全國 哪一個國家 美國 所以這個一個中國政策 是真實官方的文件 所以就消失了 塗失了 開羅宣言的謊言 這個就是我們要清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國 它佔領權的義務跟權力 保護太平洋 那太平洋 我們也有沒有聽過 日美安保條約 日美安保條約 他們就是 保護台灣在裡面 因為這是重要的戰略地區 它美國佔領了台灣 當然它是最主要的佔領全國 有主要就有次要 所以次要就是 美國委託中華民國蔣介石集團 暫時管理台灣 那暫時管理台灣 並不表示 這個是你的領土 並不表示 你永遠佔領 一直到長久 不是 這是受委託 不過 就像今天 我們 台灣基督教會 也當十五回 因為我當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最重要的一個 核心人物之一 我們主持這個董事的時候 董事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很多財產 台東的馬街醫院 淡水馬街醫院 台北市的中山路總院 然後新竹的馬街醫院 然後彰化的基督教醫院 那彰化有圓林 鹿港 南投很多的小 等於小診所 都是彰化基督教醫院 然後長榮大學 都是包括在裡面 然後台南的新樓 等一下要講的 莊名雄院長 曾經當過 新樓醫院的院長 還有董事長 所以都重視 還有馬鬥 台南馬鬥的新樓分院 這都是台灣基督教會再三 那我主持的時候 有一個有六個董事 不服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我們談論以後 最後我主持 免職這個六個董事 我到台中高 中華民國的最高法院 台中高等法院的分院 我被審問 我是代表台灣基督長老教 因為他們那些六個被免職的董事 他們控告我們總會 然後控告到法院 最後到最高法院 那我就跟法官大人說 法官大人請問 中華民國的董事是有財產 你們那裡有董事 你們自己的財產 就是有董事的董事 有董事的份 今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不是董事的財產 是隆重教會 會有的財產 也是美國人 英國人 他們所目見 馬接博士到淡水分院 淡水的時候 1945年 大概1946、1947年左右 馬接博士到淡水 那他也犧牲了他的一生 把最好的醫療給我們台灣人 把最好的醫療給我們台灣人 那這個都是奉獻 一直到現在才有馬接醫院 所以今天馬接病院 隆重重化 基督教病院 隆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所有的財產 也是美國人給他們樂捐的 不是當初的財產 所以今天我代表中會 台灣基督教會中會 我想我們在座的幾個 教堂農事長老教會 可能有聽過這樣的歷史 2000年到2003年 我開了一百多次的會 為了這個免職董事會 因為他們認為董事會 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我跟法官大人說 不是當初是受委託 當我事是受委託的 這是長老教會 很多的基督教教會 也是有這樣的規則 章誠條例 當我事是受委託的 不是他的財產 今天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財產 當時不是 受到美國的委託 受美國的暫時委託 暫時管理的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的財產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他們 他們認為整個台灣就是他們的資產 可能有台灣民進步 所以不出這一年左右的事件 就可以看見很清楚 台灣真的出淘天 希望你我的參與 就是因為你 為了我們台灣人 台灣的後代 犧牲一下 奮鬥一下 辛苦一下 這樣好嗎 好 應該辛苦是一步聲音 收花台智 這樣好嗎 好 把辛苦當作小事情 小事一裝 用我們這樣的 但是我們 在背後 美國有這樣的支撐力量 所以歐巴馬講得很清楚 假若任何國家 或是中國人侵入太平洋的任何國家 特別是在菲律賓、越南、日本 你只要開戰 我就提出六個條件 第一條件 公佈中共官員海外充款 而且要凍結 中國的高官很多 特別是在海外 美國都掌控了一清二楚 所以你只要開戰任何這幾個國家 其實台灣也在內 其實台灣也在內 他不好意思寫台灣 台灣也在內 所以會動靜 第二個 公佈美國護照的官員名單 第三個 在美國定居的中共高官的加速名單 還有一個洛杉磯的中共二奶村 有洛杉磯 難怪 不要說全部台灣人 為什麼有那麼多台灣人跑到中國 有什麼幾奶村 我不曉得 二奶、三奶、奇怪 所以就學習中共嘛 學習中國 所以很多一般的 比較會做生意的 他們沒有國家認同 沒有自己的自治政府認同 觀念 這些都是美國就要介入 所以有介入 我們才有保障 對不對 美國、日本 做我們在他們的陽光下 做得更好的保證 你還有什麼機會 那麼好的機會 有兩大強國做你的後度 所以我們的秘書長說 天有台灣 體電保有 爛台灣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真的是 從基督教的思考裡面 真的是上帝祝福台灣 這個 以前的 美國前任務務卿鮑威爾 他怎麼講 台灣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目前是 美國任務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佔領與有效統治 一直到今日 同樣的這樣的看法 所以 在2008年8月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回復聯合國的潘基文秘書長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現在 我們台灣人 不好意思 誤誤誤誤誤誤誤什麼地步 只要被恐嚇 哇 你們跑到台灣民政府 中國人就進來了 中國人就打飛彈了 一千多顆飛彈都對著台灣 但是 只要他們 美國的最高的長官 他們是終身職員 他們雖然是前任國務卿 但是他們這樣的說法是 美國的官方的話 所以他也講說 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 也沒有享有主權的國家 這也是我們一直保持的一個政策 台灣人是不獨立的 它不享受正義的國家 那是我們堅持的政策 所以今天我們有這樣的保障 大家有服了 這樣有福利嗎 有福利嗎 懂賢嗎 美國獨立 要靠法國 當時法國跟英國協調 因為美國從英國這樣逃難 逃難到現在的美國 最先包容 而且是接待這個五月花逃難 他們坐船 從英國逃難到現在的時候 他們所發現哥倫布的美國大洲 誰先接待他們 所以今天為什麼他們的美國國歌 他們一個詞句說 May God bless all the United States 願美國祝福全美國 願上帝祝福全美國 今天的英國女王也是一樣 願上帝祝福我們的女王 這也表示說真的是他們相信 當然宗教是自由的 但是祕書長常常講說天佑台灣 這個天你也幫助你自己的信任的一個主都可以 那今天一樣的來思歸國親一個黑人 和父母婦女他們也是講 同樣的談到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 所以1971年10月25日1976次全體會議的2758號決議文 所有恢復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所以只有中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所以蔣介石就不是代表中國 所以我們看看為什麼台灣民政府存在 就是要錯開中華民國一直在控制台灣的局勢 所以今天我們參與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這些都是法理論述裡面 你們在初級班也看過了 我們看看回顧一下 雖然說1949年6月15號 一塊錢新台幣換四萬元台幣 我們看看過氣 假如沒有這樣的過氣 我們就不知道原來他都一直在掌控我們台灣 這個是1991年10月考選部的 錄取548個人 所謂的外省人就是中國人 我們暫時用這個字的外省 錄取540人 台灣人只有錄取8個人 這些 看能不能 這些都是寫的一清二楚 台灣人只有半個 500、40個都是中國人 這是過去的歷史 18% 原來18%也是3%才有18% 台灣人的公務員 所以其他的都是中國人 那當然現在是台灣人不只 因為有的人零18% 也不少 然後這些都在掌控公務人員 特別高砂組 一碰到公務人員 大家都怕得要命 都會聽公務人員 公教人員 警察來了 軍人來了 都怕 可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今天上課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警察不能隨便亂進來 不能請到一般人民 除非他也搜索票 我們以前一聽到 一看到警察就 嚇到要死 哇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跟孩子說 不要哭 警察來了 不要哭 警察來了 這個還沒有關係 我們做牧師的 跑到會友的家裡 那會友的家 警察來了 別哭 沒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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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們學習這樣 不要哭 沒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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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牧師抓你了 這樣 哇 就直接跟爸爸媽媽說 不要講 我們牧師不會抓 我們牧師不會抓 好 好 這些都是在整個的中華民國的制度下 按照法理上是他們當然就宣誓效忠的中華民國 所以不是中華民國公民 中華民國國民 在公務人員裡面 你看公務員 依照他們36個省裡面 台灣只是其中的一個省 所以公務人員資格考試錄取率只有3% 當然很多台灣人很聰明的 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只有錄取3% 有沒有聽過秘書長講馬英九的小插曲 馬英九跟秘書長同屆 他的數學只有考48分 然後那秘書長他就看到他們是 但是建國的應該是 我忘記有幾班 反正有三班是留給所謂的外星人 不用考就進去了 對啊 不留幾啊 就是這樣 三流的人來帶領我們一流的台灣人 這樣學法 當然沒有學法 所以今天是台灣人要學習 這樣好嗎 所以我們說 看見真正人要害在哪裡 你看 我們還不醒醒 整個都是中國一省 那些人類 浙江 天津 安東 安徽 江西 安徽 浙江 北平 江西 湖南 遼寧 浙江 還有 湖北 湖建 南京 山東 深圳 北平 這個深圳是誰 姓馬 你看 他們 台灣人這雖然是一直在抗議遊行 哇 有沒有 看得非常很感動 很窩心 這樣有好嗎 沒好啊 空氣也是沒好啊 我們1988年高砂族 憲我拖隊在這裡抗議 有好嗎 也是沒好 所以華武徒弟在1988年的時候 我們帶領者 我也是核心人物之一啊 你看 牧師為什麼進入到 這個抗議政府 就是因為看到中華民國的不正義 當然就牧師出來 我們當牧師當然就也會出來 但是有很多牧師怕 像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就進入台灣民政府 好 這些都 雖然是人數多少 那個是 沒有回事 關鍵性是 我們看看整個 過去它這樣的歷史 然後最近的台中 青少棒 他們得到冠軍 結果是用什麼名稱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加油 那麼長 台灣加油 這樣 那麼好嗎 不是那麼好嗎 不是那麼好嗎 為什麼中華台北 沒辦法 現在讓他們執政了 要改變他們 這個才會改變 所以我就跟高砂族說 不要傷心 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們高砂族的 運動細胞 音樂細胞 藝術細胞 一定會 馬上彰顯出來 不要像揚傳廣 那是 大家都很高興 結果名稱是 中華台北 結果還是說 中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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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 他也是 蠻悲慘的 度過自己的晚年 由紅開 他們紅葉燒棒 以前到後來 也是 也是酗酒 叫召踏自己的名稱 是為什麼 中華民國沒有好展開 台灣高砂族 體育運動 哇 不得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 有什麼 台灣民政府 高砂族在做的 不要傷心了 你的孩子打棒球 有機會了 當然不是只有高砂族 我們台灣人都是這樣 這樣好嗎 好 好 所以 我們看 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這是他們 你看 整個都是 貪污官 整個都在他們的手中 因為法官是他們開的 法院是他們開的 好 這些都是 你看 在阿扁時代 本來中華民國的預算 叫阿扁時代就 省了一兆多 好 好 我們看最後的 因為時間 怎麼到了 這些 他瘋瘋的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你看 他們終身退 他們是終身奉人 中國人是終身奉人 這樣繼續下去 會破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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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一個角度 會破產嗎 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 會破產嗎 會破產嗎 為什麼 對 台灣民政府 好 這樣到現在 願大家能夠 大家拚 打拚 為了台灣民政府 立我 來做 很大的 大天 好 願上帝 祝福 我們一個 最後的經文 只要行公益 好聯名 純謙卑的心 與你 和上帝同行 與我們 台灣民政府 同行 行公益 好聯名 這都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 整個 以後 為什麼 都要訓練 法理點招 還有之前點招 然後職務點招 這就是 秘書長給我們更積極 希望你們 再繼續參加 下禮拜的 之前訓練 我們會今天 請願參加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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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